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汽车宝帅 网传他为了躲避舆论争议 放弃赵丽颖选了周冬裕 王一博接下来要有新方向了 网传他已经谈妥了一部电影 并且已经要进组拍摄了 还记得在刚刚过去的跨年晚会上 王一博登台亮相后 有不少网友都在吐槽他胖了 说他是不是因为档期空下来导致的 但对于王一博来讲 他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休息 这几日就有网友拍到了他落地拍摄的机场照片 而这一次的角色是飞行员 为了国家艰巨的任务不如使命 这也是继冰浴火之后 王一博又再次体验了相类似的角色 只是如今官方还没有任何动静 不知道这消息有几分的可信度 01新电影《长空之王》阵容安排惹争议 据了解 这一次演员的阵容安排上 除了王一博外 老戏古胡君的加入也让整部剧有了不少看点在 而女主角这边更是让大家觉得既惊喜又担心 网传女主角定了周冬裕 要知道她可是电影界90后的影后级别人物 在这样的阵容安排下 王一博这边是不是就要更加努力表现了呢 但同样的质疑声也会出来 有人觉得周冬裕和王一博这样的搭档组合实在是不怎么搭 再说了周冬裕也不适合这样的题材人物 演技方面没得挑 可如果演员只是拼演技而不去重视自身条件到底能不能适合角色人物的话 这样多少都会让人有些担心的 王一博毕竟有这样类似的角色经验在 再加上她外形上也很符合飞行员的设定 所以大家还是很期待她在剧中的表现的 而周冬裕这边就有点勉为其难的感觉在 如果她饰演的也是飞行员的话那她的身形就足够让人吐槽 要是再和王一博来点感情戏的话那岂不是很冒险 不过不管女主角是不是真定下了周冬裕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周冬裕是尽得住角色挑战的 演技是她的必杀技 但是从这方面来看还是不用太担心的 02新电影刚开始 舆论风波就闹个不停 除了人物角色的安排之外 对于王一博的剧本挑选 网上也有了不少闲话 首先对于王一博的选择不少人都开始拿野蛮生长来说事 而提到这部剧 不得不提的就是赵丽颖了 要知道在这部剧为官宣主演阵容的时候 大家几乎就已经认定了王一博会和赵丽颖来个二次搭档 可最后官宣的男主居然是欧豪 这也让不少人觉得吃惊 早前纳会赵丽颖因为这样的舆论影响还特意发文来告知所有人 希望大家能够用平常心来对待 不希望因为这样的舆论而影响到所有人 王一博为此也给出了态度 所以纳会不少人都觉得这恐怕也是二人合作之前的一个西式宁人的做法 否则直接让剧方出来官宣否定不就完了 可是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 大家疯传了许久的消息居然都是假的 是不是很可笑 但纳会也有人质疑说正是因为双方都考虑到了舆论的影响力 所以有一方就甘愿退出了 这样的说辞虽说不怎么太可信 但也不能完全不信 而这一次在王一博参演新电影的消息刚传出后不久 居然又有这样的质疑声出现 说王一博是走了汽车宝帅的风险之路 放弃和赵丽颖合作是无奈之举 那和周冬裕的合作算是替补上位了 只是到底能不能因为这样的选择而大有所获 还得看他和周冬裕之间是否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了 毕竟荧幕CP组合不是谁都能硬凑来的 除了真本实外 也要二人互相欣赏才好 03新CP组合能否被看好 王一博的高人气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可即便如此 他在挑选剧本和角色的时候 似乎也并不怎么看重番位问题 只是粉丝们为此会一直闹个不停 从有匪开始就是如此 因为这件事双方粉丝之间 还是一副很敌对的状态 想想也是很无奈 再来风起洛阳兵欲火 他都不是一番 可见在王一博的内心只要是他认可的角色 无关系番位之说 但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 风起洛阳中黄轩是实打实的实力派 从他的演技上就能够看出来 所以王一博甘愿在前辈之后也是理所应当 冰欲火中的陈晓 经过多年来的历练 也让他有了很好的口碑 所以一番之位也实至名归 那么接下来在和周冬裕的合作中 番位上会有一个怎样的安排呢 除此之外 大家对于二位的新组合模式就真的能看好吗 届时会不会因为外形的不搭调 让观众起了反感的心理呢 这些其实都是应该提前做评估的 一部好剧 如何来定义它 除了剧情 再来就是演员了 有演技这很好 但搭档者能不能为自己锦上添花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如果双方没有那种CP感的话 说再多都无用不是吗 写在最后 演员在挑选剧本 挑选角色的时候 对搭档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合不合适需要观众们来评判 即便你高人气 可架不住不是独角戏 所以不管是谁 搭档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 有些时候在所有人都觉得不OK的情况下 效果就会不同反响 但这也是很小的几率 所以要享有收获 首先必须要做到自己无可挑剔 其次再去筛选他人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减小风险性 成功的几率也就更大了 不是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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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